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大家好,我是小鲤鱼 他帮周星驰创下一万身家 却为七千万将其告上法庭 到底是因为没得到名分 还是真的缺钱 对于周星驰来说 2020年无疑是多事之秋 他先是被传对赌协议失败 不得不抵押豪宅来还债 后来又因为一笔拒债 与前女友对博公堂 不过前一件事很快遭到了周星驰方的否认 而后一件事则是一桩成年旧案 这个与周星驰打官司的前女友 就是与他交往过13年的余文凤 2010年周星驰和余文凤分手了 从恋爱关系回归到了合作关系 两人的分开实在让人猝不及防 要知道前一年还有媒体曾爆出 双方已经见了家长 距离结婚就差那么临门一脚 可为何他们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分手呢 这令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而且深爱过的两人并没有好聚好散 正为朋友 没过多久 他们就因为7000万闹上法庭对博公堂 于文凤声称 周星驰曾跟自己承诺 他但凡有获利的投资项目 便会支付自己税后10%的佣金 在两人合作交往的数十年里 作为周星驰的理财顾问 以及投资顾问 在余文凤的打理下 周星驰的资产开始数以亿计的增长 2004年时他还采纳了余文凤的建议 以3.2亿拍下了位于山顶普勒道10号的地皮 之后经过余文凤引进的天笔高项目 在那地皮上建造起的四栋房产 总价值一度超过了20亿 其中三栋先后出售的物业到手就有十几亿 到两人分手时那套尚未出售的豪宅的价格一度飙升至了8亿 所以按道理来说周星驰原本最起码要支付给余文凤8000万佣金 但最后他却只支付了对方1000万 余文凤人无可忍 这才一纸诉状将周星驰告上了法庭 两人这场官司大了整整8年 但结局也很明显 2020年又一次开庭时 他还是败诉了 周星驰方给出的主要观点有两个 其一当年新野口头上是要给余文凤10%的投资利润 这笔钱冲击量是他对女友的馈赠 其二这口头承诺只是周星驰在热恋时所说的情话 并非商业决定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应 正因如此 在余文凤方出示不了更多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 他彻彻彻底底的败诉了 虽然官司败诉了 但这对曾经相爱相伴了13年的爱人 走到对博公堂撕破脸皮这一步 仍旧是大家十分好奇的问题 难道当真是余文凤想要这七千万吗 其实未必如此 没练上周星驰之前 余文凤的人生本应与许多千金小姐一样 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日后再顺理成章地接手父母辈的人脉与资源 他的父亲余静波是香港建售有限公司的老总 家里产业包含了建筑房产餐饮等等 1998年时 余静波家族的资产就已经达到了30亿 时至今日 他们家的财富更是不可估量 但相较于其他香港豪门来说 余家一向都很低调 出门打扮也相当朴素 算是豪门中的隐形富豪 要不是余家的小女儿余文凤 与周星驰的恋情太过招摇 大众几乎很少会注意到 香港余家这个豪门家族 而余文凤与周星驰 是相识于后者事业的最巅峰时期 当时周星驰的屋里头风格电影 在香港影视行业算是独一份的存在 一度成为了观众的新宠 这样独特的电影 这样独特的新也 自然拥有了无数影迷 千金小姐余文凤也正是她的影迷之一 但出身豪门 拥有良好教养的她 并不像其他普通粉丝那样疯狂 也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她很聪明地利用家族背景 以及手中的人脉 一点点渗透进周星驰的生活 然后先跟对方从朋友做起 再用自己的人脉或多或少 帮助周星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之后俩人的感情便在时光中水到渠成 1997年他们恋爱了 余文凤也成为了娱乐圈为数不多 能用偶像成为恋人的粉丝 俩人在一起后 自小受家族事业耳濡目染的余文凤 便专心为周星驰打理起了事业 祝她的资产更上一层楼 她心甘情愿为周星驰付出时间精力 接受她一个月至多5.9万 最少2万的工资 当然余文凤并不在乎这些 毕竟像她这样出身的人 想要钱也不必找男友要 所以这样的她也不可能为钱与周星驰对博公堂 再者话说回来 与周星驰交往的多年间 余文凤压根没真正进入对方的心灰公司 她只是个挂名董事而已 因此她为钱与周星驰打官司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所以余文凤为爱不服气 状告周星驰才更为可信 周瑜大战善的资产包括 天平山顶豪宅天比高 大铺比华丽山三栋独立屋连车位 一个投资基金 审索金额至少于7000万元 这片地皮是周星驰1996年购入的 他称此地天比高 当时还没有认识余文凤 但是后来在余文凤的建议下 修建成四栋独立豪宅 其中三栋出售 共卖出14.5亿港币 面积最大的一栋周星驰留作自住 还特意聘请意大利设计师来设计装修 恋爱期间 余文凤和新妈林宝儿分别搬进天比高豪宅居住 期间还发生过矛盾上了新闻 余文凤不满新妈闯入了他的家 故意换上了门锁 与此同时 新爷到内地开拍电影 前后捧红张伯之 黄胜一 张雨琪还跟赵薇传过绯闻 被拍到两人在沙滩漫步 2009年9月 新爷和余文凤在茶餐厅陪长辈吃饭 众人纷纷猜测其好事将近 但是后半年就传来分手的消息 失恋后的余文凤没闲着 很快就牵手新任男友 与此同时 他心里厌不下那口气 是要扯掉13年恋爱的遮羞布 分手后 余文凤开始起诉 追讨7000万天比高的豪宅佣金 长达8年的恋爱维权 也在2020年迎来终极审判 一跃成为全港头条 周星驰当天亲自出庭 全港记者出动 怼脸疯狂拍摄 那一刻他面无表情 低着头躲避聚光灯 匆忙坐上商务车离去 他老了 但是总有人不肯放过他 另一边 余文凤首提金丝爱马仕皮包 一身知性西装 闲停信步 开豪车离开法庭 终极判决结果 余文凤败诉 与周星驰相恋13年 却没得名分 这难道就是余文凤 向他讨要7000万的理由 2013年 王金公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案批 周星驰榨干前女友价值 就将其抛弃的不易之举 文章中他是这样说的 我一直都这么想 但如果我可以用尽 红颜知己的人际关系 大赚一笔后 就视如目录 利用尽生意拍档资金后 就独占利益与奖项 榨干主创人员的创作一年后 就据为己有 踢人出局 功劳尽归自己 会不会就能赚到更多更多的钱呢 一番话 彻底将周星驰推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其实也不怪王金会这么毒舌 要知道在他和余文凤这段长达13年的感情中 他本人起初对这段感情始终是抱着 与以往一般回避不承认的态度 直到多年后 俩人的关系已经成为港全公开的秘密 他必无可避 这才选择了公开 当然俩人也有爱得火热的时候 也正是在那时 周星驰向余文凤说出了 给他10%拥尽的情话 多么动听 多么令人着迷 可短暂的温存过后 留给余文凤的未来却是 即便后期他们已经公开了恋人关系 却一直止步于此 并无发展下去的趋势 其实当时就有人猜测 周星驰和余文凤是走不长久的 因为前者的妈妈 不喜欢这个强势的附加千金 来做自己的儿媳妇 而周星驰又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他不会忤逆母亲的意思 所以始终不肯给余文凤一个妻子的名分 哪怕是对方为他辛苦创造财富 为他打拼事业 发展未来 他也没有过任何一次 想要取他的想法 可人生有多少个13年呢 一次又一次的希望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不堪再经历这样绝望的余文凤 最终便选择了与周星驰结束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至于将对方告上法庭 想必也是他对这段感情最后的交代了吧 或许从败诉的那一刻起 他便想彻底将自己与对方画上一条永不相交的界限 要不然他又怎么会在官司打完后 没两年便投入香港银行业的太子爷 廖瑶成的怀抱呢 话说这位银行太子爷也是个不简单的人 尽管是年65岁的他 要比余文凤大上了16岁 可人家却是个正儿八经的超级富豪 拥有百亿身家 这样的他与余文凤倒算是门当户对 十分相配了 纵观余文凤长达49年的人生 他将自己近三分之一的生命 都花在了为周星驰奔波的路上 花在了成为周太太的路上 当然为爱情付出努力没错 可他却忘了万事都要及时止损 明知道对方不可能与他共度余生的那刻 他就应该要学会放手 所幸现如今醒悟过来还不算迟 这也算是余文凤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了 余文凤相伴周星驰13年 辅佐赚钱陪同伺候 也换不来星爷电影里的只言片语 他用一场世纪官司 让全港看到周星驰丢脸 让平日低调的他被闪光灯追拍的狼狈 年余半百尝一番官司滋味 痛快地报复前任 换来余生的心思 花点小钱又何惧 一难求何得不到 是人生质苦 余文凤和周星驰是同类 为情所困 爱不到想爱的人 在爱情的幻想里 独自天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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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